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刚到 今天就碰到台风了 也算是百年一遇吧 恒春半岛笼罩在台风的暴风圈 不过就在台风登陆前 台风中心移动来到墾丁地区 受到气流影响中间出现空洞 墾丁地区无风无雨 甚至还露出阳光 但在看到海面上 海浪其实是相对的很平稳 很平静的状态 而且现在也没有风 台风中心来到墾丁风平浪静 一度让游客产生错觉 刚才大风雨现在一向 感觉已经停了 所以挺好 运气很好 南湾罕见出现了阴阳海 岸边的海水乌簧混浊 但远出大海却出现了深蓝色 游客岸边灌浪 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 想下去田泳啊 什么玩一下的 结果 结果台风了 白鹿台风是两年来 第一个登陆台湾本岛的台风 袭击墾丁 海边插红旗 外地游客急撤离 整个墾丁冷冷清清 赛巡皇之中古浮仙SNG小组 评论报道